一段时间,立陶宛政府不顾中方反复交涉,小以利害,宣布允许台湾当局以台湾民意设立所谓代表处 中国政府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决定召回中国驻立陶宛大使,并要求立政府召回驻中国大使 中方正告立方,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我们也证告台湾当局,台独是死路一条,图谋在国际上搞分裂活动 立陶宛宣布允许台湾当局以台湾的名义设立代表处 这个疯狂的小国内心实际上充满了地缘政治恐惧 非常害怕有一天,一个大浪打过来,他就又被灭掉了 策略就是死爆美国大腿,做朝美国战略对手狂匪最凶的中拳,换取美国的保护 像立陶宛这样,专与大国交恶的小国,可谓独一无二 大家好,昨天报道的就是说,中国从立陶宛首都比尔纽斯召回大使 然后要求立陶宛也从北京召回其大使,互相召回大使 为什么?就是因为台湾在立陶宛首都设立代表处,它是以台湾的名义 而不是一般的就是说习惯上的台北为名,就是因为这个激怒了北京 今天胡锡进说中国和立陶宛结果可能断交,那断交就断交 对不对?咱们看一下就是这个欧盟 欧盟他对这个是这次互相召回大使态度什么?欧盟对中国的决定感到遗憾 欧盟对外行动署,就是欧盟对外事务部发言人马斯拉里说 欧盟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政府 但同时欧盟也有兴趣与台湾进一步深化关系 因此欧盟在台北设有欧洲经贸办事处 马斯拉里说,虽然当前事件是中国和立陶宛的双边关系 但中国与欧盟成员国的双边关系也将无可避免受到影响欧中整体关系 欧盟将密切关注事件发展 欧盟表示遗憾 再看美国的态度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莱斯 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我们与北约就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盟友立陶宛站在同一阵线 谴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报复行为 包括从维尔纽斯召回北京的大使 和要求立陶宛从北京召回其大使 我们支持欧盟的伙伴和盟友 与台湾发展互惠互利关系 并抵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胁迫行为 普莱斯说 台湾在公共卫生高端制造和民主管制等方面领先世界 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与台湾合作 获益匪浅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 Net Price 谴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报复行为 这个是咱们再看一下这个费加罗报 就是法国的费加罗报 更加直接 它报道中 标题就是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省 对其他人来说是一国 就以这个为标题 分析台湾与世界的关系 那么它这个就是报道里说什么 这个岛屿指的就是台湾 这个岛屿有自己的货币 国旗 军队 外交 与政府 自1949年 国共内战后 便实质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分离 尤其台湾拥有2300万 居民 且享有政治民主体制 却只被少数国家承认为国家 北京认为台湾是它的领土 反对其他国家与中国不承认的台湾当局进行官方交流 这个费加罗报实际上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有自己的货币国旗军队外交与政府实质上就是一个国家 好了 其他的我也不想多说了 就是说现在中国这种战狼外交 强硬外交 实际上已经得罪了很多的很多的国家 有些国家就是不说话而已 那么由这立陶宛 你看 我昨天也说了 有一个立陶宛就会有下一个立陶宛 对吧 现在美国也表态了 欧盟也表态了 费加罗报 说的更就是更明白 对吧 中国的如果你不放这种强硬外交 战狼外交的话 会有更多的立陶宛出来 对吧 你现在就是说 你原因就是坚持 就是说一个中国的这个政策 一个中国的底线 对吧 强烈打压台湾 不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 我觉得中国应该是面对这个现实 实际上台湾它就是一个国家 它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一个国家而已 弱国无外交 外交无弱国 立陶宛虽然地方小 人口少 但它也是世界舞台的一个分子 对吧 我觉得还是要从 中国 中国大陆政府还要从自己的这个外交层级上来 就是反思一下 对吧 为什么现在就是说国际社会普遍对中国都是谴责呀 遗憾呢 对吧 为什么普遍对就是中国政府 就是这种外交策略 就是表示质疑 我觉得可能在不久的未来会有更多的立陶宛出来 对吧 像立陶宛的这种就是国家出来与台湾互设代表处 甚至台湾 承认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我个人是乐见其成 好 就这样